好 刚刚咱们逛完地区新能源为主的展馆之后呢 咱们再来的A区 A区呢是分为两层啊 一层是1.1到5.1 二层呢是1.2到5.2 那么咱们时间有限就从这个一层的展馆看起吧 然后在一层的馆馆 第一个呢就是1.1的展馆了 1.1展馆可以看出啊 豪华的品牌为主 包括第一个金益赛斯 捷包路虎 宁肯 雷克萨斯 然后道朗泽 上帝奥迪 这些都是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品牌了 他们也是有很多重磅商要发布 具体有什么车型 咱们进去看一下 然后在1.1馆呢基本都是一些豪华品牌 然后咱们捡几个重点来说一下 然后像那边杰赛斯展台呢是有三款新车 一个是新款的G80 新款G70 以及全新的这个G70的夜装版 然后我觉得夜装版它确实展得比较好看 很出我的这个审美观的 不知道您怎么看 然后在这边是杰包路虎展台 杰包路虎展台也有比较多的新车 包括新款的缆胜 然后还有他们的卫士的V8版本的车型 然后这些车型也相信是很多人要关注的重点了 咱们再往前走走 然后在上级奥迪这展台的这个部分呢 除了一些大家比较熟悉车型之外 刚才我看了一下里边大屏幕显示的是 有这么一个上线G46 RS Edition版本 这个新版本车型 然后再往那边看呢是林肯的展台 林肯展台都是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车型 包括林肯Z然后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 领航员这些车型 基本上都是他们现在阵容的最强阵容都到来这了 如果您对林肯品牌感兴趣了 欢迎来到1.1展馆来看一下 好咱们1.1就说这了 咱们再去看看其他展馆怎么样 OK 看完1.1管呢 咱们再去看看2.1管 从仨人看出啊 有这个凯吉拉克品牌 然后大众 大众这边是有一系大众 进口大众 然后上级大众 在这一个展台都有 然后还有福建奔驰 就是威吉的各种改装版车型了 然后还有这个沃尔沃 然后捷达 这是2.1管 咱们去看看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车型 以及展台布置怎么样 OK 咱们接着来逛2.1管 然后进来2.1管之后呢 一个令我比较震撼的事情啊 这个管这半把全是大众的这个展台 然后有一系大众 有上级大众 然后在新车部分呢 然后一系大众 这次是带来一个ID7的车型 然后上级大众呢 有新款的ID3 然后IDNEX IDBOOTH 可以说是ID系列的成员进一步增加了 然后咱们转过来 看这边呢 它的对面是沃尔沃展台 沃尔沃展台呢 前几天正是发布的上市了啊 它的沃尔沃EM90这一款 纯电MPV车型 也是价格是比较高的啊 相信也是为这个高端的纯电MPV市场呢 就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 然后接着咱们再往前看看吧 然后2.1关呢 还有一个比较令我在意的这个展台 就是凯吉拉克的展台 凯吉拉克展台这次是带来几款这个纯电的车型 包括他们瑞哥的新车型 然后以及一个全新的叫IQ的新车型 它也是一个纯电的版本车型啊 我估计啊也是基于他们这个奥特能平台打造的 具体什么样具体有什么样的表现 什么样的呃配置功能 咱们到明天的发布会再简单的看一下吧 好 看完2.1关呢 咱们再去看3.1关 3.1关呢 在这部分可以看出啊 有这个红旗品牌 然后维努斯 长安福特尔 一汽奥迪 以及福特纵横 从这个展馆位置可以看出 奥迪站的位置是比较大的 一汽奥迪肯定是有很多的车型要推出的 然后福特纵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有很多这个越野的爱好者会比较关注这个品牌的车型的 它有什么样的车型会展示出来吧 ok 进来3.1关呢 看到门口两个都是福特了 这边是长安福特 长安福特呢 是有一个新款电码要正式上市 然后在福特纵横这边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他们的硬拍越元素车型 比如说他的呃这次国产的ranger游七霞 然后进行一个预售 然后还有一个f150猛禽的奥雪冰辉特别板 要竞争一个正式上市 所以说福特这三款车型的正式售价是什么样的 明天咱们可以也看一下 然后在这个3.1管呢 还有奥迪展台 依夏奥迪展台 依夏奥迪展台这次也是新车比较多啊 包括有一个首发亮相的A8L霍西创始人版60TFSI的版本车型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个A8L最顶级的车型了 还有奥迪的SQ7的暗夜骑士版 它进行一个预售 然后说的之外呢 还有一个新A7 Sportback的上市 然后这几款车型相信都是喜欢奥迪品牌的人会重点关注的 OK 咱们3.1管看看这 咱们再去看看别的展馆 看完3.1管呢 咱们再去看4.1管 4.1管呢 从这看啊 第一个最吸引我就是这劳斯艾斯了 应该会有很多重磅车型 然后还有这个宝马跟迷迪展台 然后还有哈佛长城帕 以及坦克 然后还有卫牌 也就是说这一半吧 基本上就是长城自家的品牌了 可看出占地面积比较大 应该是有很多这些新车去发布 或者说上市的 咱们去看看具体有什么样的车型 好 咱们来到4.1管 可以看出啊 这个4.1管也是一大半展馆 都被长城的各个品牌所占据了 然后第一个进来的是卫牌 卫牌这次我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新车 基本上都是今年主推的这个蓝山 以及高山这两管车型 基本上现在是卫牌新能源这个主打的车型吧 然后再往后看有这个长城炮 然后哈佛还有坦克 然后长城炮这块呢也有两款新车 一个是这个山海炮的phev 然后它是已经一个亮相 然后还有山海炮的性能版 在这次是新生上市 可以期待发布会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然后哈佛这块呢 是有一个叫云雾山茶的新车色 是改造了这个哈佛猛龙车型 也是看起来更加清新一点的吧 我通过之前的官方的图片来说 然后再往前的坦克品牌呢也是一大重点了 他们带来的新车型是700的海弗体 以及300的海弗体 这两款车型是进一步丰富了 坦克旗下这个硬派SUV的这么一个阵营啊 所以说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表现呢 明天咱们正式的发布会上再看吧 4.1个呢 还有一个重磅展台就是这儿 劳斯S展台 带来三款车型是库尼南闪明 以及BB版的古斯特 这三款车型呢 确实在这个整个展台里 整个展馆里看起来都是十分耀眼的存在了 然后他们这次是把闪银放在了正中间C位的位置 其实这也张显出了劳斯S 未来要向性能温元化转型的这么一个决心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咱们大家去看看别的展台 OK 咱们现在来到5.1馆 可以看出啊 也是有比较多的品牌 包括大中进口汽车 北京现代 然后吉利汽车 梅塞德斯奔驰还有北汽 然后梅塞德斯奔驰这个展台是非常大的 应该是有很多比较重磅的车型 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OK 一进来5.1馆 可以看出啊 这一半了啊 大半个馆都是奔驰的天下了 然后奔驰这次呢 大家的新车也非常多啊 包括有咱们之前 制造的首发的一些奔驰的CLE的厂门教宝车 然后还有它的新款 ETOA ETOB 以及AMG的一些车型 包括AMG的有这个新款的S63啦 然后JERA S63 然后3545系列的车型 很多的阵营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重点车型 就是全新一代的一级长轴距版本 也是在这次车展示 要正式上市 像这款车已经有很多人关注了很久 它到底有什么样价格呢 然后咱们就期待一下吧 然后转过来 这一半俩呢是北京现代和进口现代展台 然后北京的现代这款呢 他们是有两款新车啊 一个是全新的圣达 一个是全新的苏纳塔 然后全新的苏纳塔在国外已经是率先发布了 有一些官方的照片大家可以体验看一下 然后全圣达呢是有一些预告图和设计草图 我觉得也是整体的设计呢 是先比现代车型的有一个天温低速变化 这两款车具体有什么表现 咱们的期待一下明天的发布会 然后进口现在这边呢 是有这个N品牌运动化车型 有这个新款的伊兰特恩以及安吉克5N 两款车型的都是偏向运动化调调 不过呢 一个是纯燃焦的代表 一个是新能源纯电动的代表 OK 咱们接着说5.1管 然后这边呢是北七的展台 北七的展台这次是有一个全新的BJ40 要正式上市了 然后它之前已经是我们体验过很多次了 相信大家对它的表现已经十分熟悉了 在北七对面呢是吉利的展台 吉利这次呢也是为银河系列呢 在天野预言猛将 它就是吉利银河一巴 然后这一款车型呢 也是相比现在的几款银河的车型呢 会有一个更高一点定位 然后呢 它是在这次的车展台 要进行一个首发亮相 具体的什么信息呢 咱们到明天的发布会再看一看吧 好 随着这个逐渐夕阳西下 今天咱们2023广州市场探馆呢 就搞一个段落了 那么在今天的整体的探馆过程中呢 可以发现 不管是新能源还是传统软车 都有不少的重磅车型 会在这次的广州车展上逐一亮相 那么这些车型到底有什么样表现呢 就要等到明天 它的广州车展正式开幕了 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次的视频 能够给您一个 相当于是导览吧 来到这里您不会再迷路了 好了 我是有时候这些老六 咱们明天广州车展正式开展 再见了 拜拜